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半桥福州合一住宅即将交屋,但公安设施仍让人有疑虑,是议员何博文今天在审查公务局预算时要求应该协助住户落实消防公安设备检查,确实保障住户的安全,一掌掌跟黄财是由公务局主导,邀及法治局消费者保护官,民政局等相关单位一起协助。 何博文指出,福州合一住宅A2A3已经发放使用执照,但到现场却发现消防楼梯的逃生把手螺丝松脱,电梯11月故障两次,住户还没入住就发生很浓厚的臭失位,还有瓦斯管线用软管,消防标示不清等,公安消防问题一堆,这样的品质让住户忧心。 他说,市府之前已经协助要求建商进行结构补强,希望市府好人做到底,协助交屋过程中的公共设施或是住户的消防公安设备落实,希望公务局能派员出席会堪,并协同消防局、法治局消保官、区公所等一起组成会堪小组,针对所有问题一次解决。 公务局长朱替知云诺协助也表示会跟内政部应建署联系,协助住户顺利完成交屋。